最强且无脑的武器,左轮榴弹炮,再配合381炮弹,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 你们一定会问,这局的主角不应该是左轮榴弹炮吗?别急,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套全装说起。 A局一个SG6耐力针,直奔疗养院东楼,5级R金头,6级小黑甲,本来以为在疗养院可以大杀四方。 几乎摸完整个疗养院,这几个零星的人机以外,没有发现任何玩家。 俗话说,事出反常,逼有妖。摸完疗养院,准备去雷达站看看。 雷达站是有5%的概率会刷新灯塔三剑客,而这三个BOSS的身上就会刷新左轮榴弹炮。 至于这三个BOSS的实力,战斗过后的雷达站到底有多惨烈。 突如其来的进攻着实吓我一跳。 打掉男团老大以后,并没有发现另外两个小弟的位置,却在楼外发现了被打掉的玩家。 这些玩家全部保持战斗姿态,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战斗有多么的激烈。 仔细的看了一下狗牌,被打掉的玩家是整整一个满边五人队。 就在摸包的过程中发现,唯独少了拿榴弹炮的小弟。 我在雷达站转了足足能有10分钟,才发现这个拿榴弹炮的小弟都在雷达站的顶部。 而此时离撤离的时间只有7分钟。 为了能够顺利的撤离,不得已一边走一边扔掉身上的装备,减轻身上的重量,能顺利的到达撤离点。 这局的目的只有一个,保住榴弹炮顺利撤离。 没想到到达水电站的时候,却被人际拦住了去路。 由于在荒乱中把护甲和药品全部扔掉,又在中途身负重伤。 时间所剩不多,只能中途临时改变线路,去警局这个临时撤离点实施运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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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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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笑笑 啊 幻落停轎 日不見局 我心悄悄 用手一起花開 思念卻彷彷彿 微笑